再来看缅甸 近期缅甸洪水泛滥 画面上是一位伊洛瓦底英格布灾区的村民正在喝水的照片 中国蓝天救援队刚刚为他们安装调试了一个清水装备 并与村民和消防人员一起搭建了一个雨水收集系统 据了解 这个净水设备的每天净化的水可以供大约300人饮用 设备可以持续使用半年 中国蓝天救援队的队长张勇表示 每次发洪水灾区反而会缺水 因为干净的水源会被污染 灾民只能依靠捐助的纯净水 当地的村民对此是非常的感谢中国蓝天救援队 他们说由于这个村子位置比较偏僻 原住的纯净水补给很不及时 前些日子很多人只能喝泥浆水 现在有了净水装备就再也不用担心了